女孩独自前往朱丽叶的布居为罗娜旅行 在这里她邂逅了卡尔 两人的感情伴随着相处的时间逐渐升温 香草公园的许愿池许愿 落日于麾下共进晚餐 正当他们即将捅破彼此中间的那层窗户指示 变故发生了 小美卡尔外出回到出租屋 就发现一个女人站在那里 看着她对卡尔表现得这么热情 小美心想两人应该是认识 接下来女人的一番话解开了她的疑惑 两人哪里只是认识这么简单 她是卡尔的前女友 特意跑来复合的 小美望向卡尔 她从未听说过此事 也怪不得她如此生气 在来维也纳之前 小美精心地准备了旅行计划 可在她告诉男友之后 她竟然提出了分手 这次的事情再次让她感受到了背叛 卡尔追了出来 想要解释清楚与前女友之间的关系 说完转身离开 来到酒店 望着两人旅行中拍摄的照片 小美不禁自嘲地笑了笑 卡尔望向窗外 又看了看身后的前女友 不禁想到了很多 她深深地叹了口气 隔天清早 小美的门铃被暗响 她还以为是卡尔 可打开门 来人却是那个抛弃了她的前男友 她不远千里找到小美是来求复合 可迟来的道歉犹如草剑 小美面对曾经爱得死去活来的男人 再也没了当初的感觉 但迫于她的热情 她还是不情愿地答应了她的用餐邀约 但座位已经坐满了 也就在这时 一个熟悉的声音响起 谁也没想到会这么巧 两人尴尬地想要找个地方钻进去 不知道内情的两人有说有笑 小美只能不停地喝酒 尽量避免卡尔的眼神 不久醉意涌上大脑 前男友看到后 贴心地将她扶起 两人走后 卡尔想到了书中朱丽叶的话 她不想因为一时的怯懦 错失生命中最重要的那个她 女人的反应很奇怪 仿佛对于别人痛不欲生地分手 在她看来只是身边少了个普通人 卡尔追了出去 而此时的小美正在被前男友求婚 当她赶到时 正巧看到了小美戴上戒指的一幕 卡尔失望地离开 接着将戒指送还 卡尔来到香草广场的许愿池 准备抛下最后一枚硬币离开这座城市 一个老人在这时出现 他是两人住的度假屋的主人 卡尔仿佛被点醒 自己还没有表明心意 为什么就决定要放弃 小美这边也正准备离开 卡尔就站在楼下 嘴里念叨着罗密欧的台词 可她却面无表情地走进房间 下面的卡尔此时已经心灰意冷 正当她准备离开时 却听到了房门被推开的声音 最终梁 两人在这片神圣的朱历叶故居相拥